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874年 灵氏家族有感于台中数载角地区民众大多目不实定 为了提升数载角的文化水平与知识水平 便以移动两层楼房作为家属 取名松月书氏 聘请教师 传授四书五经等汉学 加回地方深深学子 创办人林汤潘先生 为延续其先祖生前教育遗旨 于西元1966年 创立树德家政专科学校 1970年 配合国家发展政策 改办树德工业专科学校 为当时台湾中部唯一工业类科学校 1994年 增设商业类科 更名为树德工商专科学校 2000年 改至萧平技术学院 并于2011年 改名为萧平科技大学 修平科技大学 位于台中市大理工业区内 北林太平区 南街雾峰区 处于台湾机密机械黄金纵骨带中 少万家的下游供货商 就业人口超过30万人 年产值9000亿 为全球单位密集产值第一 密度最高的紧密机械聚落 一直以来 修平科技大学与聚落紧密的结合 为各产业提供许多专业人才 历年来 十字阵容与教学设施 备受肯定 多次融合教育部讲助 企业爱用大学评比夹击 以最优质的师资阵容及教学环境 带领学生紧紧专业领域实现自我价值 修平科技大学 设有五个学院 四个硕士班 十三个系 图书馆藏书二十六万余册 并有阅览习 讨论室 提供师生 优雅舒适的阅读环境 学生社团及学生自制会 多样化的课外活动 培养学生人文素质 增进学生的创造力与执行力 透过社会服务活动 让学生运用课堂所学去服务他人 同时在服务过程中得到启发及省思 学习课堂中学不到的知识与经验 本校结合各系专业知识与技能 及中部地区产业的特色 进行跨系教学与学术研究 产学与技术服务 推动产官学合作之研究计划与建教合作 并致力于提升教师教学质量 学生学习成效及校务经营成果 达成学校永续发展之目标 工程学院为因应国家产业发展现况 及未来趋势 培育品德与专业技术并种 理论与实物合一的技术人才 建制 夹以丙级证兆检定厂 并积极整合推展智慧科技 与精密机械的学院特色 机械工程系以精密机械制造 机电自动化 电脑复制工程 作为系所发展方向 全力发展精密机械与智慧制造科技 并与多家厂商进行产学合作 提供教育训练 研究开发等各项交流 智慧车辆组 以智慧装置与检测领域 电动车领域 系统 材料 制造 行销 及管理领域 作为发展方向 导入Gogoro营运总部认证 及Gogoro智慧双轮维修服务课程 工业工程管理系 即精实生产管理硕士班 教授工程技术与管理科学专业知识 以及智慧制造系统整合 及精实生产管理 作为系所发展方向 加强理论传授 建制中高阶管理专业人才 开创符合人性且高效率之自动化作业系统 电机工程系 即硕士班 以电机控制与应用 电能运用与管理 及晶片实物与应用 三大方向为主轴 执行操作实物并考取相关证照 资讯网络技术系 着重于发展通讯网络技术 系统分析与应用开发技术 以及系统管理技术能力 以培养专业网络工程师 资料库程式设计师 和系统管理与应用开发师 为主要发展方向 电子工程系 以光电即感测技术 及人工智慧电子应用 两大发展特色为主 包含光电半导体 触控感测技术 绿能产业 人工智慧电子产品应用 3D建模与列印 及资讯电子软硬体应用技术 管理学院 引引数位转型的社会需求 以智慧商业教学为核心 引进新科技教学设备及环境 鼓励学生投入企业实习 产学合作 并在各国内外竞赛与发明大赛中 摘下无数奖牌 资讯管理系 将课程规划为 资讯系统设计与管理 及企业资源规划课程 两大主轴领域 着重于培养 资讯系统应用 网路科技 与商业管理实务的管理人才 企业经营管理系 将课程与设备 朝着电商创业 与经营管理 两大主轴发展 并开设双语学程 透过网路电商平台 和企业实习及参访 以达到学用合一的教学目标 行销与流通管理系 设计行销计划 与数位应用 流通营运与门市管理 双核心课程 与证照取得 实物操作 双目标规划教学 培育具行销理念 与流通门市管理技术之专业人才 人力资源管理与发展系 即硕士班 课程以人力资源管理与发展 员工伙伴关系 结合基础管理学科为架构 强化学生对人力资源中选 用 预 留 考核的专业智能 以及探索教育 体验学习的方法与技术 观光与创意学院 为落实学用合一的教育目标 整合师资与设备资源 积极持续推动智慧观光的学院特色发展 导入创新数位内容 强化外语观光能力 培育全方位视野的观光产业人才 提升学生的职能与教业竞争力 并取得多项政府补助 扶植在地文化创生 应用英语系 开设英语教学类 及观光旅游类两大课程主轴 以扎实的英语能力训练 强化学生实务经验 及参与国内外校际合作 推动游学留学 并结合产学合作 提升学生外语能力与就业力 应用日语系 培育专业日语能力的商务及参旅人才 辅导学生取得日语征兆 推动有心日本实习 交换留学及双联学制 提升学生就业之竞争力 数位媒体设计系 课程主轴为数位插画设计 与多媒体动画设计 并积极推动产学合作 实务专题制作融入课程 为业界提供更多优秀的 创意多媒体人才为主要目标 观光与油气管理系 以旅游及休闲两大课程为主要规划 并设由旅游 烘焙 影条及博弈等专业特色教室 培养观光油气管理 与实作的专业人才 博亚学院为本校的一级教学单位 负责本校博亚通识教育的 规划与推动 提供学生在人文艺术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生命关怀等方面的博亚认知 与成长机会 内涵学习中心 宗礼本校语文学习 辅导等相关事情 议文中心 规划与办理本校室内 继户外议廊之策展事务 体育中心 处理各项有关体育教学 校内外活动竞赛 及场地设施维护等事务 国际学院 致力于吸引全球人才来校就学 筹划办理外国学生 学位学成之教育 及招生等相关事务 并协助各系整合课程与教学资源 培育具备专业技术 与中文能力的国际人才 推广本校与国外姐妹学校及机构 进行跨国学术交流 深化交流事务 鼓励学生出国研修 提升国际竞争力与移动力 近年来为增加国际学术交流 修平科技大学积极签订海外协议 已签由近百所海外学校及学术机构 且持续增加中 并与世界各校合作 方式包含国际交换生 海外实习 双联学位等等 进行深度学术交流 拓展全校师生的国际视野 修平科技大学 向来重视于产业界的互动 对于产学合作的推动 更是不遗余力 在创新研究发展内涵上 以发展工程技术 管理创新 以及人文创意 作为产学合作重点领域 研发成效卓越 随着经济规模逐渐扩大 人力需求不停增加 除原本工业专业人才外 更需要管理 贸易 物流 金融 外语 设计 观光人才等 在与企业紧密合作下 修平提供企业 最前瞻的技术与课程 并提供企业最专业的人才 向食物应用型大学的目标 迈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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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